大家好 很多朋友私信我说 自家的下转栏开花了 而且这个叶片非常远 而且出现下垂的现象 其实这是养分不足导致的 大家看一下 下转栏的构造它是这样的 根系都是一些细根 比较弱 没有多大的储存能力 它主要的养分储存是叶片 开花之后 它会大量的把这个养分输出给这个花朵 这个叶片不够硬朗的话 就会出现发育碗下垂的情况 看一下我这一盆 这家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不会出现发育碗下垂的情况 叶片非常肥厚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是用蒸根藏花型营养液 给它进行出花的 每隔20天交一次 这个叶片非常肥厚 而且非常硬朗 开花也不会出现下垂 发育碗的情况 而且花色也是非常鲜艳的 所以呢我们养护的需要阻拦呢 你一定要 给它进行出花 养分储 要令它开花朵 好了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